在这个单元中呢 我们要来谈的是说 如何帮我们的资料 转制以后的计算加总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 你看到V栏、C栏、D栏有三种产品 我需要把他们的资料干嘛 做合计 合计完后丢到G栏 这样子的作业要怎么做 我们切好以色我们来看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般的做法是用这种 有没有用上普达特 刮糊 我把它切过来 刮糊什么呢 V1到D 注意到V1到D1 这个地方 它会干嘛 输本子B 等于F2等于什么 它抓是F2等于输的 这三格里面 等于输这一格的资料 V2乘上D11 V2到D11 那什么意思呢 你现在这一格是不是等于输 所以我抓它的V栏的资料 V2这一格 到V11 把它的总统 干嘛 上普达特 把它加起来 那加完结果就会出现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 那下面 我们因为 往下拉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什么 V1到D1 要把它 按F4把它锁起来 这都一定要锁起来 因为往下拉才不会出现错误 不一定错误 但是 F2不能锁起来 因为你往下拉 变成F3 F4 我们要去对这个 这是一般来讲 很多人使用的一种方式 除了这种方法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就用上函数也一样可以做 上函数干嘛 V1到D1等于F2 一样哈 这里 V1到D1等于F2 乘上V2到D11 然后就干嘛 一样算出来 一样是一百六 两百五四百三 那这种也可以 所以方法有很多种 就看你要有哪一种 没有好坏之分 也没有强弱之分 看个人